众所周知,去年堪称是内娱的离婚元年 赵丽颖冯绍峰,陈思成佟丽娅,王力宏,李静雷等等 全部在2021年已离婚收场 然而今年的娱乐圈画风突转 明星们竟然开始扎堆恋爱了 这里是瞎谈与子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今年那些扎堆谈恋爱的明星吧 先来说说白静婷 谁能想到小白竟然有一天上热搜 不是因为玩梗 也不是因为金句 更不是因为邪 竟然是因为谈恋爱 11月11号 某渔记放料说 要在直播间抱一个 内娱三字难流量的恋青瓜 还给出了两个提示 很火的CP 两人已经同居 公开了别人会祝福 根据这两个提示 网友们火速定位到了白静婷身上 就在网友们纷纷寻找细致末节的时候 渔记接着放出了白静婷和宋毅 一同出入小区的视频 随后这场虽未官宣 但以实锤的恋青瓜 火速冲上了热搜 一眼望去评论区满满的全是祝福声 大家都知道 白静婷和宋毅都是人蛋如菊的性格 在娱乐圈多年鲜有绯闻传出 风评甚好 这两人在一起 想必大多数粉丝都会祝福 之后有热心的粉丝们 为这对CP取了个名字 敬红一撇 还有更热心的网友 直接把两人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 叫白菊帖 据悉白静婷和宋毅 应该是因戏生情 两人一起拍摄了电视剧《长风度》 这部剧才杀先了半个多月 戏内是情侣 戏外也是情侣 不得不说长风度真的赢麻了 虽然长风度的CP粉们磕到了 但是青青日常 恐怕就要自闭了 就在白静婷和宋毅恋情曝光的前一天 她和田希薇合作的青青日常 刚开播 新剧刚播出一天 剧中尹真和李薇的甜蜜故事 刚刚让人上头 现实中白静婷就和宋毅恋爱了 这简直是一盆冷水浇下来 瞬间变清醒 不少网友都表示 心疼偏方一秒钟 不过虽然剧方现在处于一个 骑虎难下的状态 但是好像丝毫没有影响到田希薇 因为田希薇也恋爱了 这几天余季拍到了 曲楚肖和田希薇 入住同一家酒店的视频 虽说没有拍到二人 同进同出的画面 但是连续多天 两人都是一前一后 进住同一家酒店 显然是有猫腻的 同样疑似 因细生情的 还有白露和张灵鹤 9月份的时候 有媒体放出了 白露和张灵鹤的恋情视频 视频中白露与助理 一同前往张灵鹤家 到张灵鹤家之后 助理一人返回 白露留下住了一晚 第二天白露的爸爸 亲自来接白露回家 又隔了几天 白露又和助理 来到了张灵鹤家里 和上次一样 这次也是助理自己回去 白露住下了 第二天临走的时候 白露还对着 可视门铃比了一个心 据悉两人前段时间 合作了电视剧 宁安如梦 剧中二人分别饰演 江雪宁和帝师谢威 大概率是音系生情 张灵鹤今年25岁 出道时间不长 但是演技和实力都在线 白露比张灵鹤大三岁 颜值高 身材好 代表作品也不少 两人在一起 绝对的郎才女貌 何鸿山和吴希泽 貌似也是音系生情 11月3日 有媒体再次拍到 何鸿山和吴希泽 一同出入酒店的视频 视频中 吴希泽打扮低调 身穿黑色短袖 戴着棒球帽和口罩 包裹得很严实 他的助理来到酒店前台 办理入住 一边走一边发消息 还时不时地抬头张望 随后何鸿山也现身酒店大堂 画面中的他打扮精致 长发披肩 不过何鸿山并没有直接上去 而是在一个角落里 静静地等着 不久后 吴希泽的助理下楼拿外卖 并将何鸿山也一起带上了楼 虽然何鸿山和吴希泽 两人全程都没有碰面 但先后进入同一酒店 很难不让人多想 而且这已经不是 两人第一次被拍了 今年3月份的时候 就有媒体拍到 两人牵手同游 互动亲密 再来说说陈都林 有媒体拍到 陈都林和汪希潮 合体参加活动的视频 据媒体描述 当晚陈都林结束聚会后 尽职上了汪希潮的车 具体两人是否一起过夜 不得而知 4日下午 两人前往某餐厅吃饭 随后他们一同前去洗衣店 当日晚上 两人又出门与朋友聚餐 结束之后 两人一起回家 其实除了这次被拍之外 两人在社交平台方面 也被扒出许多巧合 陈都林学滑板的地方 就是汪希潮家的地下车库 两人很多晒术的照片 也疑似为相同的拍照打卡地 在汪希潮之前 曾有媒体拍到了 陈都林和影镇同回小区的视频 但舆论刚发酱没多久 陈都林方就直接了当 否认了这段恋情 而这次换成汪希潮 陈都林方却迟迟没有回应 也难免让广大网友生疑了 8月份 有媒体拍到了张力 与小9岁粉纹男友 陈若萱度假归来的视频 视频中张力推着行李车 与助理从机场大厅走出 口罩遮面 头戴余服帽 包裹十分严实 来到车前 张力先行一步上车落座 助理在后面放行李 或一会儿 一位身穿白色短T 打扮休闲的男子 也上了这辆车 此男子正是张力的飞纹男友 陈若萱 12天早晨 陈若萱现身张力的小区楼下 媒体猜测两人已步入同居试婚阶段 事实上张力与陈若萱这对甜蜜姐弟恋 早已是圈内公开的秘密 两人已多次被拍到亲密暧昧画面 同样一次已经同居的 还有周冬雨和刘浩然 这两人的瓜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 事情是这样的 某余记在直播中爆料刘浩然 跟周冬雨已经恋爱一年多 他们为了拍到实锤 前前后后蹲守了很久 根据余记放出的画面 去年8月 刘浩然晚上10点 拿着周冬雨小区的门禁卡 直接进了单元楼 凌晨12点多离开 今年9月1日 刘浩然和周冬雨合体和朋友们聚会 随后周冬雨坐车回到了刘浩然家 又过了几天 两人又一起出门打网球 打完球之后 周冬雨坐着保姆车回了刘浩然小区 接着刘浩然骑车单独回了小区 相当谨慎 其实从去年8月开始 两人的绯闻就一直没消停过 两人曾先后晒过同款角度的风景照片 还有媒体拍到两人在外面聚会 还有刘浩然曾晒出小黄牙气球的照片等等 种种细节都暗戳戳地表示 这两人关系不一般 当然了到现在为止 二人也没有回应 网友们只能坐等了 张子峰和燕许家这一对 也是争议比较大的 8月份的时候 媒体曝光了张子峰和燕许家 一起过七夕节的视频 视频中 两人一起从燕许家家里出来 往停车场走去 张子峰身穿深色短袖 燕许家则是一身灰白色 随后两人开车出门 傍晚两人又一起回了燕许家家 为了避嫌 他们还一前一后走进单元楼 消息曝光后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张子峰的粉丝们更是心态崩了 纷纷喊话张子峰快逃 因为此前燕许家 曾被爆出脚踏两条船和冷暴力 人品实在堪忧 不过二人竟然在一起了 玩友们还是尊重祝福 锁死吧 最近欧阳娜娜的恋情也被曝光了 南方是宅子路 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宅子路是中系播音系毕业 正经科班出身 长相也不错 就是作品太少 人气不高 出道做事全职高手 之后就基本在各色甜宠剧打酱油了 于其爆料说 他蹲到了宅子路从机场出来后 直奔欧阳娜娜家中 随后在欧阳娜娜家里连住四天没出门 期间还光着上半身 出门倒拉筋 恋情曝光后 不少网友疑惑 这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两人之前曾一起合作过MV 在MV释出前 两人就有不少互斗 虽然现在深挖这些细节还是蛮甜的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觉得两人不太般配 甚至还调侃宅子路 将成为继段欣星后 新一代坠续 段欣星应该比宅子路还要糊 不过提起她的女朋友 想必大多数网友都认识 她的女朋友就是周扬青 10月份的时候 于稷拍到了段欣星和周扬青亲吻的照片 不久之后 于稷又拍到了两人一起逛公园约会的画面 情当浓时 两人还拥吻了起来 恋情曝光后 不少粉丝苦口婆心地劝告段欣星先搞事业 毕竟两人相差10岁 结果段欣星看到后 竟开始怒对粉丝 想要的挺多 微博点赞了吗 就在这吵 见到自己的爱豆如此操作 粉丝们也是寒了心 最后再来说说两对全网祝福的情侣 前几天 许松冯喜牵手回家的视频被曝光 全网惊呼 铁树竟然开花了 就在网友们分析时间线时 第二天网友又曝光了许松 乔装成小助理 陪冯喜参加飞天奖的事 不少网友立马脑补了一场 大明星和新人女友的小说情节 除了课堂之外 还有的网友固惊感叹 冯喜这是拿的什么人生剧本啊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传媒大学 工作了搭档喝酒 恋爱对象还是自己的偶像 实在太羡慕了 景伯然和刘文这一对 也是全网在客的情侣 今年6月 媒体拍到了刘文和景伯然 共同入住同一家酒店的视频 之后两人恋情曝光 恋情曝光后 网上祝福声一片 因为两人颜值年纪都相当 而且路人员都不错 更重要的是这两人的情史那是相当干净 出道多年的景伯然 唯一公开的女友是气质女神妮妮 而刘文的感情史就更干净了 唯一有过绯闻的男星是 恋总节目里的崔史源 但节目播完后 两人并没有太多交集 现在再回看 当时大概率是逢场作戏 气质绝佳 情史干净 业务能力又能打 刘文和景伯然 真是怎么看怎么配 如此看来 今年可真算得上是恋爱元年了 有大明星和新人女友 还有成熟姐姐和小奶狗 还有心境顶流和清纯小花 不管怎样 网友们还是尊重祝福吧 虾米家们 你们知道今年还有哪些 疑似恋爱的明星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观众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